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琪 我們今天是一個修辱自己的企劃 我去做了這個學測的自然科考題 你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啊? 就娛樂一下大家嘛 都已經到理工科的博士了 回來做自然科考題發現 真的煩然的 我上次看中文的考卷 已經是大概十年前了 所以剛打開的時候 不要說答案了 我連題目在寫什麼都有點不同 不過身為一個前學霸 還是有一些考試的技巧可以分享給大家 首先如果陷入像我這種 題目都看不懂的狀況 你就跳開 先往後面寫 一方面可以幫助你平復一下心情 節省一下時間 再來有時候是因為你寫到後面 就會從題目的自理行間 理解到了出題老師的善意 突然間就發現因為你需要的答案 就在題目裡面了 你就可以回去做了 我覺得你說的有點太早了 等一下就知道 那你之前學生的考多少 呃 除了英文之外 應該是滿級分 英文沒有滿級分的原因是因為 我沒有發現試卷的最後還有兩題 初心 我剛剛在改考卷的時候 也有這個感覺 真的喔 我大概覺得我應該有錯一半吧 哇 地業就錯好多呢 首先地科方面的 我知道我的確應該會錯 不過地體這個颱風移動 其實應該是指物理吧 他應該是在算這個平均時速 對 180除以12 是15 對啊 所以我當然想說 平均量值大概是15 所以不是應該比較接近20嗎 四捨五入吧 為什麼會是B啊 我也不知道 啊我知道了 半徑算下來是15 所以實際上的速率必須要低於15 所以是介於10到15之間 你就是比較接近10 果然是中文看不懂 對中文不好 再來下一題 一樣是颱風的這一題呢 颱風所受的平均合力速度 與速度方向相反 跟颱風14時過後 颱風在各點位置平和送均為0 他在23日14時之後 以等速率移動 喔 但方向持續改變 中文看不懂 對不起 方向持續改變受力是不可能是0的 對不起老師 我中文不好 中文嚴重退化 然後再來我錯的這題我是真的不會 第四題 坦白說我真的不記得學過這個 我好像把地球科學全部忘光光了 我也不會 對啊 為什麼電磁力作用跟重力作用 會對日常天氣有影響 啊我知道了 重力作用會影響水氣 但電磁力作用可以影響什麼 I have no clue 好不好意思 這可能是我們那個年代的地科 沒有教過的東西 再來下一個是 第六題 這個其實就是在講那個 安培生成的電流效應嘛 不懂一個那個安培右手定側 但坦白說我那時候寫的時候就知道我應該會錯 因為我已經有點忘記 實際上怎麼算 那時候比半天比不太懂 第七題 除市所預測大氣向外輻射最堅定攝氏多少度 是攝氏不是K喔 我想說我化工系的讀圖表怎麼會錯呢 原來我又是中文有眼睛脫妝的問題啊 第九題 這個哪算自然體 這算歷史題吧 我歷史本來就很差啊 再來第17題 你這個只看圖表而已嗎 我只看圖表啊 不然咧 這個你要記元素啦 喔 不是想像中的原子 是真正的原子這樣子 我以為他是問原理型 我當時就覺得D也不是對的 但是我找不到第二個 所以我找不到的答案是A A的原子半徑比B的原子半徑大 因為A的值指數是6的話是碳 我本來以為他要考的是質量數比較大的原子 通常比較大 可是那跟碳 不一定啊 那你要看原子鬼越大 喔他是要問整個原子 不是問原子核 第19題 當時我覺得沒有任何一個是對的 所以我就隨便選了一個 所以答案是 細胞分裂完成時 細胞劇 雙套染色體指的是一個Pair是不是 我以為雙套染色體指的是兩個Pair變成四個 我想要看英文的實驗 再來21題 光合作用會產生ATP 這正確啊 有氧呼吸會產生ATP的過程在細胞附近 喔對我當時就是這兩個一直在選 第一有氧呼吸產生ATP的過程在細胞質中進行 有氧呼吸是在哪裡進行 立腺體 是我錯了 對是立腺體中進行 是這樣蠻常見人的 沒有學生物啊不要忘了 再來是22題 我當時也覺得這題其實是在考我歷史吧 但我當時看不懂的是A為什麼錯 描述豌豆遺傳所說中的 一對遺傳因子 等於現代基因遺傳學的兩個基因型的概念 一對遺傳因子 難道指的不是一個Pair的DNA嗎 那兩個基因型的概念又是什麼 好不行 我覺得我歷史跟中文都不行 接下來都對了兩頁 再來進入26題 A跟C我錯了 積合人因體溫恆定而歸類於同一族群 而非雞與鱷魚 其實鱷魚是冷血動物吧對吧 所以難道我們跟雞沒有比較接近嗎 還是說因為雞算是鳥類 但是鱷魚是哺乳類嗎 不是啊鱷魚也是生蛋的啊 還是他想要說雞跟鱷魚應該要被歸類於同一個 好那我看一下C為什麼是對好了 無鍋魚跟鮭魚跟硬骨結構處於同一群 而非無鍋魚鯊魚 鯊魚難道是軟骨的嗎 鯊魚是軟骨的 鯊魚是軟骨的 鯊魚都會切的一段一段的 然後中間那個骨頭都很軟很好吃啊 等一下你什麼時候吃過鯊魚的骨頭 你是由食物來認識自然啊 現在改變觀念我們不要再吃鯊魚了 達爾文的天哲理論說明了族群會改變的原理 對我當時就是A跟E之間有點猶豫 我覺得這也一樣是中文問題 那麼天哲對DNA的改變就不管用了 天哲的確沒有辦法改變DNA啊 天哲是DNA改變了之後才去做的事情 所以A要說對應該也是對吧 DNA序列若發生趨同演化現象 則較不容易推論長時間演化面貌 對這個我也覺得是對的 所以A跟E我覺得都是對的 我覺得這個是對中文理解的問題 天哲沒有辦法改變DNA 是DNA改變之後才有天哲 好再來是41題錯了 我當時就對這個教義跟準確這兩個字 我有一點意見 我覺得這也是中文的問題 因為D這個選項啊 你充分燃燒之後再過酸過鹼之後 再產生來秤重 這當然絕對會比較準確 可是問題是他B有另外一個選項是 E有機容易充分潤洗之後再烘乾秤重 那你用有機容易如果反覆的潤洗之後 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比較乾淨了 可是他做出來一定沒有D準 可是B又是比較容易的方法 所以當時我就會在想 這到底是要我選比較容易還是比較準確 我困惑 44題 我當時就是B跟C選不出來 碳14應該是有放射性吧 所以他才會衰變 所以B是對的這個我可以接受 可是C這個我其實說實在不記得了 請問碳14的半衰期為幾年 5730年 他的意思應該是幾千年也OK 不一定要10萬年以上 對這個是我的錯了 46題 冠狀病毒 他們考很多冠狀病毒跟那個 什麼一些定年法啊什麼的 我覺得算是真的蠻符合時事的考題 這個我當時就已經知道我會錯了 因為那個RNA有幾種不同的密定 我已經不記得 哪一些是在RNA上面 哪一些是在DNA上面 我記得有一個不一樣 但是我已經不記得了 50題 都普勒效應 我第一次知道原來飲酒過後 測血液這種酒精含量 是用都普勒效應 其實都普勒效應是指 因為聲波靠近的時候 它的速度也在靠近 所以看起來它的頻率會變快 所以聲音會往上 但是感測器靜止放在皮膚表面 這血液流動的方向 血液戒指接近感測器 波長與反射波的關係合得正確 坦白說 雖然我還記得都普勒效應是什麼 但是它的公式的細節 我真的已經忘記了 然後最後一題 我的確非常的困擾 它要用線圈 去算出它產生的力的大小 藉此來推斷它的物質的重量 可是因為呢 我已經對一些公式的細節 坦白說完全不記得了 所以答案是0.1公斤 但我算出來是0.01公斤 所以我差了一個10 我覺得這個我當時還非常的努力 因為化工器有一個算是基本的技能吧 就是當你想不出來這個公式是什麼的時候 你可以用它的單位去推算 也就是說當你單位達到平衡之後 你的這個公式就會正確 因為如果單位不正確 當然就一切就不可能了 所以我當時就非常努力的想要把這個技法 用在這個上面 其實前面有幾題 我就是靠這樣推算出來的 可是到這邊的時候 我發現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啊 就是我已經不記得 I乘以V的單位要是什麼 瓦特處理時間 I乘以V是電能的單位 然後所以安培乘以伏特在處理時間 不是瓦特處理時間嗎 瓦特本身就有時間 有一個瞬間 有一瞬間突然間 啼湖灌頂 我都想起來了老師 15年之後重做學測題 請問我有幾幾分呢 總共89分 12幾分 其實不算太差嘛 標準太低了吧 當年雖然15幾分 但畢竟已經過了12年了好嗎 我就如你所說的 生物跟地科 我們大學起就沒用過了 已經過了15年了 我還記得一半不錯了吧 應該沒有算太丟臉吧 在做影片之前 我都有做過認真事實查核的 所以我們的影片 都還算是建立在正確更新的知識上面 請大家不用擔心 但15年前的記憶 我真的已經衰退了 蒂科老師我對不起你 但你真的蠻正的 如果你還想看更多這種 充滿娛樂性但沒什麼意義的影片 麻煩讓我知道喔 下次來做國文吧 不行啊 國文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 應該會超差的 我不管是字音字型 還是錯別字都非常的糟 字都不會寫 考英文也不行 我跟大家說 留學之後 英文不會有進步 因為文法其實在美國不太重要 你的vocabulary 智慧是會增加 但是文法會嚴重對話 好 掰掰啦